尊敬的推友们 网友们 大家好 这是文贵5月5号对我的推友们和网友们 报平安的和感谢的视频 今天纽约下着雨呢 这个 但是很舒服 因为昨天我和秦伟平先生共同录制了一个 五四青年节的这么一个节目 反应非常好 我也收到了很多推友们和网友们 给我留的私信和各种的希望我回答的问题 因为太多了 我没办法一一回答 我在这里呢 就具体的一两个问题或两三个问题给你们回答 那么特别是网友们 一直在关心着我的这个现在爆料 还有这些录制视频和这个各方面的团队 都很感兴趣 各种猜测都有 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呢 特别是说到这个 以为我旁边有多少多少的团队 都在猜测 我希望你们呢不要浪费时间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不是秘密 事实上我有这个三个部分 就我爆料这个部分 因为绝大多都是中文 而且呢都涉及到核心的机密 所以这一部分上 我们一个外国人也没有 那么主要的实际上 大家可能无法相信 所有的你们看到的 从爆料开始到今天 严格讲 从开始的一个半人 一个半就是我加上另外半个人 到现在的两个半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 所有都是我操作的 就是跟着我这个厨师 在旁边帮我做的机器而已 没有一件事情是让别人帮助我的 后来呢为什么两个半人了呢 因为这个在1999年 那一次事件当中 我在美国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 我带出来的在郁达 跟了我将近十几年的员工 那么他们已经现在正式已经移民到美国了 入了美国籍 还嫁了美国人 而且他们的家人也是被残害的人 他们一生也不会再回美国了 那么这些这两个人呢 是一直在美国也等于是我的员工帮我办事了 但是我已经也三年多没见他们了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我们的联络方式 和给他下达工作 所以你们看到了很多文字工作 语音整理都是他做的 那么另外就是大家经常从我这个录制节目当中呢 能看到有个影子在晃 穿围裙的这个就是这个厨师他算半个人 所以说这是我的所有爆料的这方面的团队 那么另外第二层次呢就是律师 这个律师呢全部都是外国人 一个咱们中国人也没有 包括也没有美籍华人 因为这些人呢他们要看我所有出奇的文件 那么看这些文件的人呢只接触文件 不能谈其他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 这是为了信息安全 也为了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安全 那么第三个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 就是我的警卫保镖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呢 他根本不接触我爆料的事情 这就是大家很感兴趣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 我为了安全和保密 基本上 进行了物理性的隔离 就是做文件的事情 人不去碰视频 碰视频的事情 不做文件 管行政和警卫的 不去管文件 管文件的人 不去管行政警卫 这对我来讲 既是安全的 也是高效的 包括所有的决策呢 都是我和不同的人呢 直接下命令 所以说希望网友们和推友们 不要在这事情花费你们的精力和时间 这个不重要 文贵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那么 昨天我们就是纽约晚上的时候 北京证监会发言人正式公告了 对北大方正证券李友等人 终生进入证券市场的这么一个公告和惩罚 还罚了30万人民币 那么很多北大方正的投资者 纷纷的给我发信息 让我怎么看 这个关心的是比较多 就这个问题呢 我谈以下几个看法 第一个 这个所有的惩罚 大家看到千万不要被他们蒙骗了 因为李友 在里面所有设计的犯罪 我未来会将公告的 绝大多数 虽然说五罪司法 但绝大多数细节和内容 根本没有惩罚他 因为为了掩盖 像他们 跟他真正的 有巨大利益关系的 政治局委员 常委们 证监会 银监会 上海银行 北京银行 还有建行 这些 这些金融机构 还有他融资所给的回扣 还有帮助他办这些特殊的执照 帮助他掩盖 这些内部交易 这个 关联交易 虚假上市 这个操作股市 这些都是他们共同的利益 这些他们并没有说 他们都是保护起来了 那么大家看到的 这个 所谓的 证监会的惩罚 这只是 糊弄了你们这些小股民 用这样所谓的 惩罚的方式 坐实了李友 非法所得的合法性 那么我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大家看到了他所公布的 李友从上市一直以来 就用虚假信息欺骗了所有的股民 当时的股值 当时的股票 他一块多钱 从一块多钱 曾经炒过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 炒到三块钱 三块钱 四块钱 六块钱 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那么其中更重要的事情 他是一开始就非法代持 这非法代持是谁呢 是北大 北京大学 他是以国营的企业出来的 那北京大学是一个重要参与方 那么再一个 他所有的这些 从北大方证证券 间接的和直接的 这个关联交易当中 包括了北大医药 北大科技 这个多个他们的上市公司 他们互相拆解 互相作假 互相作假业绩 互相关联交易 那么这个股民是多少钱呢 被骗了多少钱呢 大概现在李友 获得了 纯利润现在最起码 我估计在一千五百亿 一千五百亿 这些钱都在李友手里面呢 这个大家上次看到了 这个大连法院判决 罚磨七个亿 那是账上 仅仅北大医药 我们这代持这件事上 他获得了一部分钱而已 那都是骗这些傻子 还有这些草根 还有小股的小股民们 那么这一千多个亿 包含了这个几个公司的非法所得 但不包含像这个其他的政治局和常委的股东 这些人的所得 那么在他一次次的这个做高做低 操作股市获得的利润 那是巨大的利润 那么通过了大连的这个所谓的司法判决 通过了证监会 这个罚款的决定 就将这所有的这些人都 非法 这李友等 李友和政治局委员常委们 所有的这些非法所得 全部给掩盖了 给合法化了 更重要的事情 我接着再问一个问题 既然从一开始 北大方正证券就是欺骗了所有的小股民 包括欺骗了证监会 那么他的帮凶是谁呢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还有一些这些政治委员常委股东 包括利德科技啊 什么西藏的这个这个什么公司啊 多个公司 几十个公司 上百代公司 还有几千个个人 说到这里呢我要说 未来我会把这个方正在2013 一直到现在的股东名单我会公布 我会公布出来 让大家知道 这到底谁是他们的股东 他们掩盖不了的 那么既然是 我再反过来说 那么这些人都是他的 这个犯罪的邪从犯 谁来追究他们的行事责任 谁来追究他们的这个经济责任 那么李友被有判有罪 但没有罚 让他脱了罪 那么他的邪从犯 北京大学 证监会 这些人 是否该承担责任呢 那么 咱们的小股民 是否有权利 向他采取诉讼呢 是否有权利 追回 这多年来 被他们一次的高低操作 做空做高的操作 这非法获得的利益和利润呢 那希望小股民你们想一想 你们完全有这个权利 你们可以向证监会 向北京大学 向教育部 你们要起诉他们 你们这个起诉是很关键的 而且我还给你们建议一个方式 从过去的大概七八个月来 这个北大方证证券作为护港通 这个交易的其中一支股票 它已经被海外股票买了超过12%的股份 已经变成了海外股份 那么你只要到香港去买上一股的方证股票 一股就行 你就可以在香港起诉他 因为你在大陆起诉他很难 证监会 政治局委员 常委 这个公检法都保护他 因为他们是一伙的 但你到香港起诉他 他一定没有办法 我跟你们说这个建议的时候 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拿走方证证券的一块钱 我就拿走了我23% 因为我持有23%的股份 就这样我要给所有的股民们 你们太不容易了 你们被这些大恶给坑得太惨了 大家没有计算过这一次次的 这些年被操作的他的几支股票 怎么骗走你们的钱 而且这几支股票根本没有想过经营 通过北大科技 深圳这些公司 武汉的公司 江苏的公司 互相做假账 然后一次次的 在这个做高的时候 他吸你们 然后做低的时候 他在做空 永远他是赢家 李友仅仅用你们这些人的钱 在冬晚的他的博雅酒店里面 有几个房间都是买的那些脆 据说这些脆都打几十个亿 现在还在那呢 特别是我听说的 他喜欢字画 很多 中管的那个房间里放着呢 而且这个几十亿的现金在那里 而且他在深圳上海 有着无数的豪宅 这些钱全是这些小股东们 股民们用血汗钱 是被他骗走的 这钱来买的 骗走的钱来买的 你们一定要为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的公平 你们要勇敢的站出来 我作为第二大股东 我会支持你们的 而且我愿意到法庭作证 我会拿出我们作为股东的所有的证据 来帮助小股东 你们任何人起诉北大 起诉李友 起诉北京大学 起诉教育部和证监会 我全力配合 我全力配合 这是我对昨天证监会惩罚北大后 我的愤慨和感想 我又一次看到了 这个政府和这些大鳄们 还有这真正的所谓的白手套们 怎么骗这些草根 怎么骗这些百姓的 而且用合法的手段 掩盖了巨大的犯罪的事实 他不仅是盗国贼这些人 而且是盗民贼 盗取民间的财富的贼 所以我一定尽全力 来维护你们的利益 我愿意牺牲我23%的利益 你们拿走任何一块钱 我就失去了23% 但我愿意和你们站在一起 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 和你们的律师 请跟文贵联系 这是有关北大方证的事情 我在给你们这个回复 那么我要谈到的另外一个事情 刚刚今天早上 这个美国政府FBI等多个部门 包括我律师 就是让我看到了 大家我已经刚才推特发了 就是这些 骇客 骇进了文贵推特的 这些IP网址 有在欧洲的 有在美国的 这只是一少部分 从这个7天前害进去 7天前害进去到现在 我们大概是16万左右 被害掉 这个大概过去的30天 骇客下解23万以上 这个简直是一个 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 美国人一直想找 中国骇客在美国活动的证据 你们这些小孩子们 还有你们这些 具体操作者 被这些盗国贼们 还有盗民贼们 这个操作者 在美国就用 这个骇进我的推特 这直接影响到 美国人民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 之间的关系 这回你留下了证据 你放心 美国人有一样 只要你惹了美国人 美国人是穷追不舍 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好戏刚刚开始 这个 我真的希望这些五毛们 拿那点钱 不要把自己的家人和命 打进去了 你没这个必要 赶快收手吧 那么这件事情 会非常之严重 今天他们的兴奋 好像打了鸡血一样 因为他们找到了证据 他们的愤怒 让我看到了你们的末日 希望你们这些 拿那五毛钱的人 千万不要再冒这钱了 包括人在美国 你操作这事情 被美国政府抓到了 美国的监狱 可真的 不是你想象的 那么简单的 希望你不要在那里 毁掉你们的一生 这是关于 害尽我推特电脑的事情 另外一个 谈到关于很多朋友 在私信 应的时间 就有关很多事情 关于我去看见达赖喇嘛先生 见尊者 这个发生的具体细节 给大家一一解释 特别我在这儿要说的事情 大家 很多西藏的朋友 在问我 那三个亿是怎么花的 是不是给了尊者了 我在这儿向大家说 我也有西藏血统 我在这儿跟你们说 不是因为有西藏血统 我才那么尊重尊者的 这个没什么关系 我要声明 这个 作为我一个有西藏血统的文贵来讲 我向大家保证 我没有给尊者一分钱 没有给他一分钱 我是说 在我跟他的接触这些事情当中 我花掉的成本 我花掉的成本 所以说 这跟尊者没半点关系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也不要被小人所利用 那就麻烦了 一定要相信尊者 他可以100%的信任 为他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想谈到的就是 网友们 还有私信当中 很多朋友 都在最近给我提供了 这样那样的证据 我在此表示感谢 特别是大连专案主 其中的一个办案人员 将我的四个 在关押期间的一些情况 包括一些录音 还有短的视频发给我 这个是特别的重要 因为从这些视频和录音当中 能看到 我四哥是第二次被抓进去 这是你给我的信息 因为他第一次是2015年1月进去的 待了一年多 后来放出来 然后又在2016年的 12月份的时候 又在我四嫂子的病房 将我四哥从郑州带走 一直到前天出来 我四哥基本上快崩溃了 快崩溃了 我六哥虽然有抑郁症 还真的是状态还可以 但我四哥基本上是快完了 最后能出来是救了他的一命 我感谢你给我的信息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给我四哥和六哥同视频 因为他们很难过 从他们回来以后 我四嫂和六嫂一直都是拽着他们 不敢松手 好像是生死相见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而他们精神状态特别差 这个我也看到你信息以后呢 更加确认了其他方面给我的信息 我四哥这次被带进以后 在大连关在一个楼里面 整个楼这个双规的地点 是关押地点 大概有二十几名大连的专案组的警察 还有一个厨房做饭的 还有其他服务人员 最起码有五六十人 就关押着我四哥一个人 真的是咱们中国政府太有钱了 就关我四哥一个人 就是一个楼 几十个人 这待遇太高了 但是 你们对我四哥的虐待 对我四哥的这种情绪逼供 大家也都知道 而且竟然滑稽到什么程度 我四哥跟我半点关系 商业关系都没有 进去以后 就所有的问题 就围绕着我四哥 曾经买过200多万人民币价值的股票 就这样关了他这么长时间 差点把他命给他毁了 那么这些证据和这些事实 未来我们都会在一系列的 这个事情当中会爆出来 我也特别希望 如果你有更多的话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些 而且我没办法回报您 就您用了秘密的方式 如果您能看到我这个视频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联系方法 我一定要付一定的费用 因为这个不付钱的 这种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冒着生命危险 为了正义 这个文贵市真的是 琴史难安 不好意思 另外一个呢 这个会有网友的 关注到这个 我四哥六哥回来的事情 议论很多 认为我什么妥协了 放弃了 我想给大家说的事情 这两三天来 从我四哥六哥回来 这个我们家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这个昨天的晚上的时候 我太太给我打了个电话 这个简单给我说了一下 因为我母亲是一直在这郑州了 为了躲开这事情 昨天从郑州坐火车回到了北京 我将近90岁的母亲 那你们去想一想 她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头两天 大家看到我哭 就是因为 所有的我母亲的警卫 和我母亲的服务员 都告诉我说 我母亲真的可能是 撑不了多少天 每天都哭 我母亲虽然八九十了 眼睛不滑 但是现在眼睛哭得都看不见了 这是为什么我很痛苦 因为她一直惦记着我四哥我六哥 因为她们身体非常的差 那么包括我大哥的一个女儿 她的我的侄女 一直关在开封 也三年了快 两年多快三年了 那么我母亲最待见的这个孙女 也一直在惦记着 这个这些造成的我母亲 几乎也快崩溃 这是为什么那天你们看到我哭 这个原因之一吧 那么我母亲昨天坐火车 到达了北京 我太太和家人去接的时候 我母亲一直就哭 结果我太太说呢 我母亲在哭当中 这个都尿了裤子了 都失禁了 然后呢 我太太觉得 我母亲真的是 如果我四哥六哥再不回来 可能我母亲真的是活不到多少天了 所以这种感受呢 希望推友们 网友们 一定要切身的想一想我的处境 这真对我们家人影响太大了 对我们的家人 这个带来的伤害 我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所以我想给推友们 所有人一个建议 文贵呢 做了很多过去的防护措施 那就是过去的几十年来 我的企业 我的事情 我的社会关系 从不让我太太 我女儿 儿子和家人参与 从不让 从来不让 我就是想到过 有今天 不要株连九竹 但是 你们看到了 即使这样 无罪造罪 没有证据 造证据 纪委家公安 权力大过了天 这些盗国贼们 同样是株连九竹 要灭我们全家的口 如果说文贵不去争取 如果文贵要不支撑 这些人都是烂了土里边的 也世界上没人知道 所以我要给推友们说 你们要站在 你们站在一个人的角度 考虑我的感受 同时 我们家有经历过这几十年 弟弟的被警察枪杀 我的这个父亲文化大革命 被下放到东北 腿被打断两次 然后呢 我母亲当年被吓成了神经病 吓成了大概两年神经病 那么我的大哥 我的四哥 我的五哥 被人家身上砍了很多刀 所以你看到我哥哥现在脸上 身上都是刀伤 最多的我四哥大概十几刀 就差一点儿病命 所以我们家这种血的这种精力 又摊上了我这种多次这样的事件 所以说完全是 我没办法再让我的家再承受更多了 那么我有理想 我希望报效这个国家 我希望实现能推动依法治国 然后能代表草哥们 征辉到我们这些草哥们 和私营企业家们的尊严 那我必须 我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和实力 同时更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要保护我的家人 我给我家人带来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所以说我的侄女还有我的员工们 很多人还都没有回来 特别是我们员工 现在几个年龄大的 跟了我二十几年的人 我们的保卫部的副总 我们的财务总监 我们另外一个财务总监 还有一个我们的财务经理 他们的家人也接近了崩溃的状态 所以说作为我来讲 现在这个压力是巨大的 而且这个压力呢 我永远不会让我妥协 但是我必须要全方面的设身处地的 感同身受的 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感受 和他们的这种痛苦 我才能配做这个身份 也配做他们的老板 也是我应该作为 从任何角度都应该去做的 那么现在呢 我的家人呢 虽然四个六个回来了 很多人现在还没有回来 那么我们家的痛苦 一直在延续着 而且我的家人现在都不能出境 我的员工几千人和家人不能出境 这种痛苦是 每秒钟都在影响着我的感觉 每秒钟都让我身心不舒服 极为痛苦 同时我还面临着各种这样那样的威胁 不管你们怎么样劝我 也不管你们怎么样的给我建议 你们一定要相信文贵 文贵今天所面临的事情 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 它代表了中国的私人企业家的遭遇 它代表了中国草根 有了一定的成就以后 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而且也代表了我们这些草根和穷人们 包括现在像我这样的人 这些整个的被残害 被以黑反贪 被以贪反贪 以警治国 对我的这样的这么一个遭遇 实际上是一面镜子 还有的 我觉得是通过这次我的爆料 我维护我自己的权益 和我员工家人的权益和尊严 我所有的奋斗 我所有的付出 都将是为了推动以法治国 以法治国 反对那几样 各种的盗国贼们利用各种手段 绑架这个国家 绑架整个人民 也是挽救这个国家走向灾难 这个大目标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当然了 这些大目标我们去要和平的 尽量的减少对家人和对员工 和第三者的伤害的情况下 尽量我们去往前去努力去奋斗 同时呢 这个推友的朋友当中呢 问到了有关一些其他方面 比如说最近呢 为什么不提这个了 不提那个了 我说过 三周以内我不爆新料 三周以后 我可能要爆的料 也会超出你们想象 关于有些人说 这个五毛们讲有没有爆料 是不是这个有证据 爆料是不是震撼 我可以再说一遍 我不在乎任何人对我的评价 我现在爆过的料 已经是创造了历史上 多个前所未有 我现在已经爆过的料 已经深深的影响了这些盗国贼们 接下来将爆的料 和全世界的新闻发布会 那可以超出你的想象 而且是今天我的团队强烈建议 我们这个全球发布会 往后推迟 因为他们和这个林肯中心 正在预约时间 同时我们的舞台上的这个布置 包括这些视频文字 还有银行这个转账支票 还有转账的流水单 还有这个银行之间的开户资料 都需要一次一次再认证 那么同时也这个安保也非常之重要 同时我们邀请了多个都是敏感人士 超级人士 这些安保措施非常之重要 我们可能是往后会推 但这个全球新闻发布会 一定是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一个对一个国家 一个体制和做过的坏 体制还有一些盗国贼们 做过的坏事 犯过的罪 立体性的声讨 和提供全面的证据 这会让世界真正的全面的了解 中国过去五年发生的事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 过去五年 这个也有很多事 好的反腐的这个情况 和反腐的案例 也会得到表扬 但是很多人是被政治打压 排除异己 政治陷害 这些证据也都会一一展示出来 当然了我再次说 对这几个社会的敏感案件 也会有政绩的情况下 我们会给他们时间 让他们呼吁 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全球新闻发布会 不是某件事 不是某个人的 我们现在越论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越兴奋 我们越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有团队的参与的人 他们越兴奋 特别是这些国外的这些 PR公司啊 这些律师团队啊 这些人都很兴奋 很多人在我们谈价格的时候 都不愿意谈了 说这样的事情 我们如果能付得起钱 免费都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 正义的一个全球新闻发布会 一定会影响世界 影响中国 在未来很多年 怎么来看待反腐 怎么看待过去的这五年 那么所有的推友们 在私信里问我的很多问题呢 太多了 我真的没办法一一回答 那么私信里边呢 很多朋友还是要把我的推文 转发给我 我希望你们别再转发给我 我看不完 我每天都看那么长时间 我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我眼睛都看得都懵了 那个再一个呢 千万的推友们 不要在里面再问我一些 跟我这个爆料 没有太多关系的事情 因为这个没它意义 比如说很多人问我 到底文贵行不行 这个真的别再问了 太多了 文贵行不行 我要不行 那他们也就不那么说了 他就说说我行了 我行不行跟我爆料 跟他们是不是盗国贼 是不是坏人 那没关系 和我爆料真假 没关系 文贵是什么人 坏人好人 没关系 我们还是要 对这个事情的本身高度的关注 这样呢 能拯救很多受害的同胞们 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积极的改变 所以私信当中呢 就不提这些事情了 这个不好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做一理解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 我在未来的每天也会同 这个报平安的视频 当中会提到一些 即时发生 和大家高度关注的事情 会尽可能给你们答案 衷心的感谢所有的推友们 网友们对文贵的关心和担心和关注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大家先耐住心 我们才几个月 我们的爆料的第一集我就说过 2018年5月份是第一季的七集完成 然后我们进入第二集 给文贵三年的时间 你们再给文贵做出评价 现在评价太早了太草率了 文贵会用事实 会用三年的时间 给你们一个真实的文贵 和我爆料的真实的目的 和爆料的能力 所有的答案 谢谢推友 谢谢朋友